圣诞节结束后 到家庭诊所或远程医疗服务平台求诊的人多了 受访业者表示 看诊人数这几天增加大约30%到50% 当中包括了冠病 流感 食物中毒等病患 医生相信 这同圣诞节期间群聚以及年底出国有关 记者李仪华报道 坐落榜额的这间家庭诊所表示 圣诞节过后前来看诊的病患比平时多出30%到40% 当中以伤风感冒的病人最多 冠病患者这期间也增加约一两成 为应付大量病患 诊所一度延长看诊时间 晚上6点是开到9点半 昨天我看到差不多10点半 11点 昨天大概看了大概84多90多个病 然后我们也看到很多都是这样子 就是一样的问题就是出国回来了生病 或者是家人出国回来的创业 身边的家人一起都病 因为我们始终还是这一两年没什么出国 出国了 我们没有那个抗体 也有远长医疗服务平台表示 圣诞节后的求诊人数同频时相比 暴增多达50% 多数都是伤风感冒 咳嗽 食物中毒腹泻的病患则增加10% 不过冠病患者同上周相比减少约两成 因为还是很多人还没有中到冠病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在我本身看来 很多人已经超过一年没有去打疫苗了 所以免疫力一定是很低 太多人累积在一起了可能还会爆发起来 百惠山敦医疗集团授寻师表示 旗下有半数诊所的处诊病患增加10% 新传媒新闻记者李一华报道